大家好,我是白丁,欢迎来到最后一集 最后一集是这样子,因为我之前已经重拍了四五遍了 是因为那个电脑,然后拍到一半直接卡顿了,然后就崩了 就这样子,所以我现在拿一个最简单的模型吧 因为陆平兰卷在加这个渲染一起开的时候,电脑真的吃不消 我电脑也不是一两年了用了,也不止了啊 是这样子,那个animation,我们先打开一下,点了这个 然后这个东西每次都点开啊,没有,我暂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那,首先这样子,我剪片子,我不是用那个key shot来剪的 我就是,我可以说通常是炫了一些我要的一些镜头 然后呢,我放到PR里面一起剪 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去那个找一找那个,有一个那个什么 李秋燕老师,秋天的秋,燕子的燕,呃,姓氏姓李 然后李秋燕老师他的一个PR视频,还有他的那个威力导演 呃,这两套软件我都是找,呃,看他的视频学的 当然我不认识他本人了哈,然后就这样子,呃,大家可以去看 如果想我做PR视频也可以,我也反正五集内会做完一样的 看你们需要,呃,想要的给我留言 这样子,所以呢,这样子 首先我们先录正题吧,呃,那个动画剪辑非常简单 呃,反正就是,首先渲染那边,vendor了,vendor,反正你图片渲染你都知道吗 对吧,呃,就是反正你解释度,然后那个图片格式,对吧 然后当这里要小心,这里是image,就你平常选图片,这边是ok,这边是那个animation,好 现在没,我们没有animation,我们先做一个animation吧 那首先自转,对吧,那我选一个model next,对吧 就这些反正默认就可以了,反正就是他每次这个弹,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好,继续 然后那个的话就这样子,然后这些都不用动,然后这里一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哎,他自己会那个自转了 来,你看,自卫自转,可以可以预览的哈,那一个,但是以这个条怎么缩小,我真的,呃,反正还真的看小,哎 哦,好,这个条我想把它弄,往那边弄,好吧,行吧,那就只能说,只能说在上面了,这个操作界面有点不能记啊 但是很少会用keychurch,呃,动画这个功能了,好的,那个呢,这时候我们有第一个动作了,就是说反正我们要他怎么动 我们就要给他加动作,这样子,那这样你看到,哎,对的,就这样子,那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我可能就说fate 那你这功能要自己多玩玩,那你看,他是闪烁啊,你们可以花点时间去看,然后这样子,呃,model 一样,那这次,那这个先关掉,反正这个动作,那你看到fate from,记得要看文字,消失从100%,那这次我想这样子,我,你看到消失啊,时间轴,我在这里的哦,时间轴, 你要做什么,就要先把时间轴,轴到那一个部分的附近,这样子啊,那你看到消失,然后这时候我想这边啊,对,我开头,我也想来finish 那这时候,你不要,这里有个mirror,你不要贪快哦,你要这样子,对,选上,然后呢,也是fate,然后model 就整,总体嘛,model意思是,那这时候fate from 0,然后到100,然后这样子,然后再把它拉到什么前面去,啊,我有没有办法让它不自动显示了,啊,知道的朋友可告诉我一下,这样子,那一看,从没有到有这样子,哎,然后这时候你们可以这样子,调一个角度啊,我可能说我想这样子,然后看它转,哎,有没有,对吧,是吧,哎,这个怎么又不行呢? 奇怪了,好,没事,我们把它delete,好,再加一遍,最简单方法就这么做啊,就不要去想办法解决这种,就说什么零碎问题啊,我这是我,我非常反感的啊,因为有些东西你从哪边更简单,归根究底,也不要扣这种地方啊,行吧,那你看这里,哎,两边都OK了,啊,有到没有,没有到有,好,这样子就是一个动作完成了,我们只要去添加的时候多考虑,比如说,我现在想把它整个360度 斜面转,那一开始你在犀牛里面,那你就要调整好,把它调整,不要上,我现在是平放吗,对吧,你就把它弄成斜放,然后再弄一个translation,或者再弄一个vote,对吧,那我再加个translation吧,那我先把实验手挪到这里,挪到两秒啊,translationmodel,对吧,反正就是加不同的动作,很简单吧,反正你想,啊,对,你看50,哎,你看到它就慢慢升高啊,那这时候证明什么,我们镜头不是很够,哎,你看到, 这样子,哎,没有了,哎,你看到了,哎,调一个好电影镜头,不好意思啊,哎呀,这样子,那你看到,慢慢升高到,然后这样转就没有,懂了吧,就这样子设定一个不同动作,那设定的时候分两个,这个是model,我刚刚一直用model,那vote,那很简单,就刚刚说的,你把它写放,然后就能做苹果, iPhone5s的那个渲染短片不是写状的吗,你就一开始把它写放,然后再设定这个vote就能做出来,但效果跟它要一样的话,你要时间去调,是这样子,灯光,材质等等的啊,就是前面说的那些渲染的技巧,这个要自己多多练习多多玩,然后这时候,呃,为什么要教大家去那个渲染, 就,就说,呃,去找一套,就是说那个,剪辑软件,就简单的,就只要能帮你剪辑就可以了,因为第一个,渲染输出的话,首先它很耗费那个电脑的CPU,那我建议是,把它渲染完出来以后,放到一个总编辑里面,就跟PS图片的总编辑器,那PL就是影片,影片的总编辑器,就通过这样子做起来,做事做起来,会比较有条例很多,我希望大家能懂这个东西,好,那个,继续,那这个camera的话, 我希望你们做一个东西怎么样,就说,我这次做这功能的时候,最好我只用model,要么我只用camera,那比如说像现在,我把这个部分,我先不要了,我不想让它消失,因为我想后面再加一个功能,对吧,那这时候我就这样子,我找一个不一样的功能吧,这样子,然后,这时候我这样子,我add camera,对吧,那,next,然后这个不要锁,然后就这样子,然后我再下一个部分,我这时候,我这样子,我add camera,对吧,那,next,然后这个不要锁,然后就这样子,然后我再下一个部分, 这时候,我想再这样子,高一点,我再这样子,add camera,camera2,camera1,camera2,你看到,对,它是个储存这个的,那,比如说我能,但是,它有个问题怎么样,我从头到尾,key shot,渲染的时候,我没办法说,比如说我到这里,我能不能说,我在用那个第二个镜头呢,我们试一下,那你看,我到这里,我就换了第二个镜头,它可不可以,不可以的,对的,就是说key shot, 比如说我从头到尾渲染,我只能用一种镜头,就是说我能控制镜头的活动,或者它,我们back,或者它本身有不同镜头技巧,我们可用,但是,这个镜头画面大小,我们永远没法改变,所以说,比如说,有时候,我想炫一个刚,这样子是一个什么,宏观的一个高度嘛,对吧,从这里慢慢整体变化,对吧,那这时候,我想这样子,我想炫一个细节,那我想它这样子,就是我想看的时候,超细的这个地方,像苹果那种,呃, 苹果手机呢,哇,这这块按钮的一块细节,这样子,那这种时候,通常,就是说,只能说,我通,就这种,已经是属于什么,剪辑技巧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是说,用镜头,最好是拆开一个个楦,然后,想清楚,要什么样镜头,或者哪个上网去抄,看人家牛逼的那种,或者是说,人家大片那种,怎么去剪,怎么去找那个角度,你就照抄,也没有问题,我认为是可以学习嘛,借借嘛,对吧,当然都是从抄袭开始,当然不是建议说,做东西都要抄袭了, 那就是说,所以你这些镜头都炫完以后,就可以看人家的一些线程的,然后你最后剪辑一个你要的,就通过他们那些不同技巧,然后最后剪辑,剪辑出来以后,那就OK了,那前面是怎么样,你们这些的镜头都要分开炫了好,那就通过这些不同,这里有很多不同的技巧,就是这样子,是很,是不是很简单,然后这个方法,反正就这样子,这个就时间轴,做什么,就把时间轴,挪到那个地方附近,然后车轮要转,那你现在人身高, 如果你幻想这个东西,如果是一个车轮的话怎么办,对,他就那个,不好意思,如果是车轮的话怎么办,那就基本上车轮的话,那就是那个,好的,那像刚刚那个崩掉了,那对吧,就找不到那个位置,我觉得save camera,一看一早就找到回来,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啊,这为什么,因为正在升高,说会有这样子一个问题存在,啊,对,那所以说那个的话,反正要什么镜头,你们就炫好什么样的一个镜头,就这样子, 啊,对,好的,那个,呃,反正影片这个操作,你们要多多练习,这个因为一开始,反正你们时间轴的这个概念也很清楚,如果真的是觉得还是有点难的话,那就只要像我现在这样子,炫个局部,我通常炫也是炫这样子一个局部,然后我再多炫几条这类型的,或者他可能是说,呃,伸缩啊,或什么的,然后我再放到影片里面剪辑, 我通常这样子,所以你们可多看一些产品的那个视频渲染,就或者视频的那个广告,呃,特别是不同产品的,然后你们以后去学说,那很多有时候就是,你看现在很多剪辑机还是什么,我这样慢慢这样子,其实它就是一张图片,然后其实就镜头从这边转到这边,那好像会像我这样这样子动,这样慢慢,然后这样子摸下来,然后就没了,这样子, 其实它是一张很大的图片,你要,希望那个这么讲,你们很懂,对的,反正是不同的技巧了,那等你们有个建议OK的时候,我建议就是说你们完全能新发展,而不是说要把一个东西用的多牛逼,玩的多高级,因为首先也要看你们的工作,或者你们做的设计,有没有必要用到这个,没必要,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真的很高级那种,或者是说很,怎么说很专的那种东西,有机会再去学,对的,那那个影片暂时就到这里,反正渲染的话,你们真的要很高级那种,或者是说很,怎么说很专的那种东西,有机会再去学,对的,那那个影片暂时就到这里,反正渲染的话,你们真的要 自己知道,所有的那个frame,前面跟你们讲过,16格,然后这个解析度,然后其他的这些,你们都知道怎么去设置,对的,好的,那个keyshot暂时到这里就结束了,有什么问题,下面留言给我,对的,好的,谢谢大家